接下來這個議題非常有趣 我們要來談談川普 新年內閣的受惠概念股 還有受害概念股 這次新班底逐漸的成型 其中有非常特別的是 川普任用了一群 1980年之後出生的一些新秀了 有人說這次川普用人 因為有了十足的民意 作為後盾 有了共和黨國會 完全執政的後盾 所以更加的不按牌理出牌 所以用這些新人 除了要清除異己之外 很重要的他高瞻遠竹 希望未來安排一些新的人 也為他的副總統來鋪入 這些零種種我們不擔心 擔心的是這些新人 如何對付中國 如何對付關稅 如何影響臺北股市 君老師請您上台來 怎麼看到這些超級英雄 英雄您上次解釋過了 就是貫徹川普意志的人 這些對於臺北股市 會有什麼影響 其實我們為什麼要去談到 這個川普的內閣 因為其實目前看到的 一個臺股事實上是瀰漫 在中美貿易戰的一個架構之下 對所以這個美國目前一個政策 還是非常重要 而且目前來看的話 剛剛駐華提到 這個川普提到的提名很多人 是一九八零年以後 對 可能大家不知道理由是什麼 最主要理由是 因為中國對美國的政客 其實滲透的很嚴重 中國對美國的政客滲透很嚴重 但一九八零年以後的那些年輕人 基本上來講來不及滲透 對 這其實是理由 這個大家可能不知道 真的喔 真的是這個樣子 所以其實有一些老政客 川普不太用了 因為表示說 他準備全力展開美中的對抗 其實有邏輯可循 中國這幾年在救他們的經濟 後院著火都來不及了 對 瞭解 所以他找那些新人 因為可能我看到一些 這個已經冒出頭的人 中國可能會開始滲透 跟他接觸 那你新人根本來不及 所以很多你可能沒聽過 這個大概就是川普的理由 而且這一次 其實我們看一下 其實我們在看一個政治人物講話 通常講話不用太認真 看他怎麼做 比如說川普說跟習近平是好朋友 你光看他提名的內閣 這像好朋友嗎 來 我來看一下內閣名單 有誰 第一個盧比歐 盧比歐大家都認識嘛 這參議院 這非常對中強硬派 這個比龐培歐還要強硬 龐培歐被中國制裁一次 他被中國制裁兩次 當國務卿 國務卿是主管外交思維 那如果他是國務卿又被中國制裁兩次 他怨念多深 對 所以這準備要談嗎 你覺得準備要談嗎 如果要談的話 一定是找文將嘛 你現在找個武將來談 就不打算談 是直接開打 這第一個 第二個 華爾茲 華爾茲也是對中國超級強硬派 他是當白宮的國家安全顧問 可能很多人對國家安全顧問 不是很瞭解 他的角色 基本上你所有的事情 只要牽涉到國安都要經過他 那很多事情其實是牽涉到國安 而且他直接提到 中國已經對美國發動經濟冷戰 所以就華爾茲的角度來看的話 中美已經進入冷戰狀態 那他有特別提到一個觀念 就是說 像美俄在冷戰的時候 他說你會容許 允許這個俄國 俄羅斯的學生來美國留學嗎 不可能嘛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幾年 其實中國去美國留學的名額大減 那未來可能減到會更少 所以這個對臺灣有好處 因為我們去申請美國留學更容易 這個如果有這個大學 要畢業的去申請美國留學 這就比較容易 那梅特海哲目前還不知道 是擔任什麼職務 可能因為他之前是貿易代表 川普是希望當貿易代表 不過他本身也是強硬的鷹派 而且他有個故事也很好玩 他有個綽號叫飛機哥 怎麼說 因為他之前在一九八五年 那個跟日本的廣場協議 就說你們一定要升職 像日本你日元要升職 德國馬克要升職什麼什麼 那時候日本就提出一個方案給他 兩張紙 他就把兩張紙折成飛機 在射 這麼藐視日本 他說你這個條件我不同意 真的喔 這是真的 飛機哥 對 所以他說他叫飛機哥 所以他是一個強硬派 就是貿易談判的時候 他也是強硬派 那二零二零二零年簽署 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時候 來到萊澤 因為中國沒有遵守 就是一年後沒有遵守 他二零二一二零二二 就已經建議拜登政府說 你要對中國課徵關稅 因為他沒有遵守貿易協議 所以他本來也是強硬派 所以我們看了一輪以後 第一個習近平一定不是 川普的好朋友 第二個他內閣不只是鷹派 是超級鷹派 這絕對沒有問題 那先來看美中的對抗 他從這個拜登到川普 這基本上是一個不同的政治風格 拜登是風險控管不脫鉤 那川普的話是進入冷戰模式 而且可能會走向反向尼克森戰略 什麼叫反向尼克森戰略 這個是連中制惡 連中制惡 那反向尼克森戰略就是連惡制中 所以呢 理論上會非常快結束惡務戰爭 這個我們明年就可以拭目以待 另外呢 進入冷戰模式 跟這個風險控管不透過 這兩個差在哪裡 我們看拜登 他過去的這些施政 我們看到美國對中國一樣強硬 你這個制裁名單越來越多 對不對 你制裁名單 已經從這邊列到這裡了 已經列到了這個攝影哥大哥那邊了 但是呢你制裁華為以後 華為就弄出個另外一個公司 跟台積電嘛 對 然後呢 這個B公司被制裁以後 他就生出個C公司 對 所以你一直制裁沒有用嘛 那所以川普的動作是什麼 大家想想看 十一月六號這個總統大選結束嘛 十一月八號 台積電傳出通知下游客戶 七奈米不供貨 對 所以呢 與其我制裁的半天 我乾脆全部都不供嘛 我不要給中國大陸七奈米就好了 三星也不能給 台積電也不能給 我全部通殺 這是冷戰模式 就是說我不跟你談 我也不跟你一個一個列 那個列完完全沒有用 我就直接全部不能攻 所以你看到這模式已經改變了 所以我記得 我在上禮拜特別提到 不用等川普就任 其實目前美國的政策 已經走川普的政策 那這個就非常嚴重 因為川普是直接開打 那這個包括貿易戰 包括貨幣都會對全球經濟有很大影響 所以現在來看的話 包括外交 其實你看他的國務卿就外交 所以外交金融貿易戰2.0 科技戰軍事理論上會全面升級 那這個就是地緣政治的衝突 就是目前台北股市有點 這個看起來有點壓力的一個地方 這在全球股市也會有影響 那我們看一下目前的中國的經濟狀況 因為這個如果中國經濟強的話 跟美國對抗 可是目前中國經濟確實是不好 我們看一些科技股 跟這個歐洲的一些公司 我們看兩家公司就好 上個禮拜五印材 應用材料 半導體全球最大的設備廠 公佈他的財報 當天跳下來 這個當天節了9% 幾乎創下大概六七八九個月以來新低 因為利潤大跌 利潤大跌 而且他有特別提到中國市場激動 因為我們在這個設備廠 看起來搭上這波AI的熱 可是設備廠有點像是假AI 什麼叫假AI 因為去年 像包括硬材柯磊柯林研發 甚至於像艾斯摩爾東京 這個威力科創 大概出給中國百分之四十 佔百分之四十 為什麼 因為怕被斷供 所以中國就大量的囤貨 所以他們業績好是出到中國去 但現在來看的話 問題來了 很多已經不能出了 所以現在來看才反映這件事情 那另外就是LV LV大家就知道 女人的最愛男人的最痛 你看一下今年 業績真的不好 所以中國市場消費低迷 就是他財報十月十五號講的消費信心不足 所以中國的經濟狀況確實是不好 那回到這個廢辦的身上 因為廢辦強勢的就是輝打 我們看今年來這個輝打總共漲了快要兩倍 那廢辦大概漲十五趴 可是你看硬財只漲四點二個percent 其實硬財表現比大盤弱很多 所以簡單來講 廢辦跌破年限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有這些弱勢股 那輝打跟硬財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第一個 輝打中國的比重已經慢慢降到很低 因為之前被制裁的關係 不是被制裁 那輝打有AI的光環 硬財雖然也有 但是比重低 另外出貨給中國的比重高 所以現在一定要區分 就是說現在目前的市場 第一個中國經濟不好 那如果說貿易戰又打的話 對以中國為市場的這些公司來講 壓力會非常的大 那我們就進一步 如果再接下來 中國本來經濟又不好 然後貿易戰又開打了 跟中國連接性比較緊密 再接下來影響還會更大的 可能會有誰 第一個就是跟中國互相競爭的 就中國產能很大 那你又跟他競爭 那不是倒大煤嗎 那第一個就塑化 因為中國的乙烯產量 是全球第一大 2022年已經超過美國 全球第一大 所以你看台塑市保 真的是一路跌 這是從四月份以來 七十四塊 你看這是八月份的低點 他連股債低點都跌破了 這是台塑化 其實台塑市保 目前加起來市值 已經不到一兆新台幣了 所以目前來看 以中國為市場的壓力很大 這個算是新受害股 就是成熟自成 因為中國現在目前只能發展 成熟自成 所以你看他八月份的低點 也被跌破了 所以聯電是相對弱 但持有聯電 他跌升應該會反彈 因為他殖利率相對還好 但是原則上反彈 還是正在賣方 來 台塑化 我特別問一下 開線也打出來一下 上個禮拜的股價 台塑市保除了南亞之外 全部都習奏 這塊還在破底 這個禮拜 今天開始有一些止跌 因為傳出川普任用了一個 在開採傳統能源的一個執行長 他的大金主去當這一次 在美國未來的能源部長 所以今天止跌了 四保都止跌了 有什麼止跌的機會在 有機會繼續止跌嗎 其實我認為大家有點誤會 這個川普基本上來講 是鼓勵原油的開採 鼓勵天然氣的開採 所以可以預測未來 原油價格會走低 因為美國的產量本來就很大 只是之前拜登不讓他採 那現在如果產量開出來以後 原油走低 現在目前來看的話 美國的乙氣產量也非常大 中國的乙氣產量也非常大 這其實對台塑四保不見得有利 而且其實今天有個敗筆 就是漲台塑四保 因為台塑四保是這一波最弱勢的 對 你由最弱勢的漲代表是跌生反彈 所以盤中雖然翻紅 但是撐不住嘛 所以這個族群來看的話 其實包括季縣半年縣都長這個樣子 這就是長空還沒有結束 我手中我有台塑四保怎麼辦 換股操作比較有效率 還是都已經跌到這般田地了 你就放著吧 很殘酷 短線稍微等一下 就是看他有沒有反彈 因為畢竟來講是破底 其實破底都會小彈一下 但是可能不用寄望彈多高 因為整個趨勢上沒有扭轉 我想其他資金也不願意進去 好 剛剛講到了聯電 我也要特別提一下 聯電外資上個禮拜之前 每天都在賣 外資已經整整從十月初 賣到了上個禮拜 今天轉買咯 不知道他為什麼買 但無論如何 他今天就是買了 是要抄底嗎 聯電現在這個位階 當然有的人 你說可能要稍微提高警覺 但沒有的人 能不能拿他來抄底 其實我覺得也不太適合 因為其實目前來看的話 我們剛剛提到八月份的低點 如果被跌破 這比大盤弱勢非常的多 對 這等於比大盤弱勢弱了三千點 因為當時一九六六二 現在目前兩萬兩千五 所以大概差了三千點 這個比大盤還弱三千點的股票 原則上來講是不抄底 但是有的話就是 因為畢竟來講 如果外資開始買的話 有機會反彈 但是一樣 不用寄望彈多高 可能這個附近 就是壓力區了 有反彈這個附近的話 還是先做減碼 所以抄底空間不大 好 這是中國的受害股 第一個臺速化 第二個聯電 第三個可能是誰 第一個是競爭 第二個是以中國為市場 像中租 其實中租是非常好的公司 要先強調 因為他今年前十個月大概就賺了十一塊多 可是你看一下股價 這個像是賺十一塊多的股票嗎 過去就是 因為中國市場佔他三成 我們打K線 可能會更明顯 今年四月的時候 當時股價 其實在今年四月 還有一百八十多塊錢 對啊 獲利很好 但是問題是中國市場高 而且他的一個延遲率 就是可能有些 比如類似房貸持腳 這種概念 有升高 所以其實他壓力很重 所以你看股價是破底 那一樣這種破底股票是等反彈再出 不過其實中租是好的公司 可能要等慢慢的調整體制 比如說中國的比重慢慢降低 然後等他這個持續率慢慢的降低 對他的業績才會有正面的幫助 所以有的話等反彈再出 對 反彈再出 那跌升會有反彈 因為他畢竟來講獲利還不錯 像這個地方就是剛好九月份的時候 九月底 中國就是嘛 所以因為他他這個之前跌那麼深 所以反彈一波 但是你可以看到股價也是往下 所以趨勢沒有扭轉之前還是要小心 好 就中租 來 另外受害的是 鮮火果汁 百分之百都是中國的 所以這個壓力很重 你看之前也是彈一波起來 這彈一波起來是為什麼 這中國就是嘛 就彈一波 要彈到半年線就跌下去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趨勢 像半年線 我們畫的這條線是半年線 半年線沒有突破之前 都是一個空方的走勢 其實有反彈還是記得要賣一賣 是 OK 來最後一張 貿易2.0的受害 就是中國夢嘛 生計本來就是一個夢 那如果以中國市場 又是另外一個夢 所以這個生計的中國夢 可能最近也是要小心 我們看一下第一個就是合一 合一是唐竹潰洋的新藥 對不對 授權給華潤集團 這算是國企 那股價來看的話 一路往下跌 跌到101.5 而且提到這個八月份的低點 也被跌破了 這都相對弱勢 那最近來看的話 因為中國的這個應該說經濟不好 所以他打貪反腐 經濟好就不需要打貪反腐 那經濟不好就要打貪反腐 因為這個貧富差距太大 剝奪感會提高 所以不能讓大家這個這個貪腐 所以打得很嚴重 所以對生計來講比較不利 另外就是共性ky 共性ky主要是這個肺炎嚴重 氣管阻塞新藥 那傳出進入醫院的時程延後 那就說提到這個打貪反腐的問題 所以你看股價部分 也是一路往下跌 這兩百塊跌到一百出頭 所以生計類股來看的話 因為本身就是夢的題材 加上中國目前的市場 是比較需要小心 而且我們看到從二零二二年以來 包括什麼八方雲集 還有包括一些這個餐飲業 陸續退出中國大陸 所以市場競爭很激烈 怎麼講就是如果是一個內捲的市場 就市場是在萎縮 經濟不好 做各行各業都不容易 是更不要講這些生計股 因為生計股的利潤太大了 那也就是說很多的各方勢力 都會阻止你進去 這對我們的生計類股 說實在是不利了 瞭解 好 這是在接下來 中國本來經濟又不好 再加上了貿易戰二點零 哪一些在接下來 可能會深受其害 提醒您做參考了 好 最後還有兩分鐘 同場嘉靖文老師 幫我解一下外資 今天又有買轉賣了 賣了誰 先來看到今天外資 賣超前十名 第一名華航 上個禮拜五 外資才剛買進了長榮航跟華航 而且是持續的買超 今天為什麼倒出來 等一下來看看 高股息今天繼續賣 全產的寶城 富邦金金寶遠東新 還有臺慶 下一頁我要看 因為紅海 外資今天賣超了紅海 賣超了洪家軍的劍漢 我先問航空雙雄 可以打一下 長榮航上個禮拜的股價 剛剛突破高點 今天高檔拉回 無日均線守住 外資再買長榮航 但是退出了華航 航空雙雄還有沒有戲 目前來看 其實他還有機會 只是說短期是漲得比較多 可能要稍微等他降溫一下 才有機會再往上漲 那長榮航前 我記得前三季 就已經快要四塊錢 其實賺了這個獲利程度 還不錯 所以股價假如電子整理理論上 應該是由非電子來漲 還是有機會 那就是他有機會 只是說先來來看的話 的話規律比較大 要稍微等一顯 比如說我們下面看個KD值好了 KD值一般來講 是要降溫到50附近 比較安全 就像這個地方沖上去以後 降到50附近 這個位置可能比較安全 那現在來看比較高 所以就先不買 可能等他拉回 還是有機會 華航來看的話 主要是反映 他的這個集團公司 虎航準備掛牌 虎航最近飆得蠻凶的 當然今天的外資是賣超 看起來短線可能會整理 一樣KD值太高了 所以這個位置也是不買 等他拉回降溫 那理論上虎航好的話 華航也不會招到哪裡去 所以其實拉回也是可以留意 目前來看初步 大概比較安全是接近月線附近 月線目前大概在22.76 對 大概這附近買會比較安全 那或者是等他KD值降下來 他就算沒到這個地方 KD值降下來 一樣可以做佈局 虎航我們看一下 的確最近很熱 尤其大家都在問 要不要抽 要不要抽 如果真的虎航在接下來 抽不到直接在市場買 你覺得建議嗎 如果買不到虎航 不要在市場上買 因為人家抽籤是四十塊 是 所以基本上是不買他 要買大概買華航或長榮航 有抽籤的價值 有抽籤的價值 記得要去抽 但是沒有就不要追了 OK 好 這是虎航 接下來我要看虎海 虎海是這一波第四季當中 集團股最先巴動的 虎海日K連三黑 我懷疑這支十一月一號 我們剛剛講 臺北股市在這個頸線 還沒有跌破 虎海比較接近了 不僅虎海跌 虎準今天是大跌 這一波 虎家軍當中做的最漂亮的 就是虎準 今天出現了一根長黑K 劍漢野跌 虎家軍年底作戰 行情結束了嗎 其實看起來 到一個段落 都有點漲態 像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虎海的部分 虎海來看的話 光這個上升曲線被跌破 而且越線往下彎了 對 這個地方能夠拉起來 主要是因為他打到越線 而且越線往上走 那這個地方就不太一樣 這個地方跌到同樣位置 是越線已經往下彎了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進入壓力區 這個包括整個集團 我們看一下二三五四的虹準 虹準 上個禮拜很漂亮 好像要攻 可是這個有點突破前高 又不攻 有點像是假突破 那今天立刻補這一根 就很傷了 所以短線上這個 這個九十五 九十七附近壓力非常重 暫時做避開 那今天外資賣的股票 可能要注意幾檔股票 一檔是二八八一的富邦金 來看一下富邦金 因為富邦金這被他一賣 這個就有點窮 因為這條季線被賣下來了 那注意 如果他繼續賣的話 你看一下 其實富邦金這段時間 全資股當中 其實他談得不高 是 那會不會說整個這個 受險金扣 他最好賺的 已經在今年差不多了 因為他很多是屬於獲利回充 包括股票 包括這個債券 那如果說後面 沒什麼利益的話 那可能短線也會容易進入 這對指數會有壓力 所以目前看的話 從這個洪海富邦金 外資的賣超 可能格外要稍微謹慎一點點 這個對於大反會有些影響 好 謝謝 謝謝君老師 請先回座了 這外資今天 第一個賣了洪海 第二個還賣了富邦金 我們從這個邏輯來順下來 那難道今年年底 這些大型的集團作帳行情 就此就沒希望了嗎 還是說 接下來資金會找其他點火 補漲股休息一下 玉坦告訴你 全球股市歷經的上個禮拜的川普激情 台股的戰場上廝殺出現了幾個戰況了 第一個剛剛提到洪家軍 洪家軍這波年底作帳最先起跑的 在現在有些後繼無力了 有衛科今天直接灌到跌停 洪准今天跌幅有8% 劍漢今天也跌 但是兩個禮拜之前 記得嗎 惠斯老師跟您提過的BBU概念股 在今天持續輪動 萊寶 萊寶受惠於這個萊德 老牌的光碟廠商 他們說他們集團 現在也積極的搶進到BBU 所以今天萊德也漲停 萊寶也漲停 接下來我們要問了 如果大盤主流輪動的這麼的快 我們要怎麼因應 積極一點的人 可以怎麼操作 保守的人又該如何想出對策 萊寶我們請您上台來 輪動太快了 接下來怎麼跟 好 其實我今天提個 三個策略給大家 雖然真的大家都說 11月非常難做 但是我覺得 有把握好機會的話 其實還是有這個 賺錢的空間存在 第一個就是先從策略 第一個 就從同產業當中 找價值被低估的個股 因為我覺得 回歸到基本面來看 整個產業的族群 連動性 它一定會很高 我今天是從散裝行業帶各位去看 那散裝行業過去也是連動性 非常高的族群 對 那有一些個股 它可能領先創今年高了 那同樣獲利很好的公司 如果還在低檔的話 它就有機會更進 等於說你現在在佈局 這些低檔機優股 第一個從策略義來看 你比較不會那麼害怕 他們有機會補漲 那第二個就是順著剛剛談到BBU 一定是找什麼 熱門題材股下手 現在資金都跑到什麼 BBU身上 因為它是在AI最新的題材 對對對 雖然大家說 整個社會的程度怎麼樣 並不是說實質上這麼的高 但是我們常講一句話 市場永遠是對的 它現在市場的真意 就一窩瘋到BBU身上 那還有哪一些有機會的 等一下我會再從 整個邏輯脈動之下 帶各位去抓 那第三個 我覺得還是聚焦在 集團的作帳之下 雖然剛剛談到 鴻海集團有些個股 拉回幅度比較深 但是還有蠻多集團 甚至同樣在鴻海集團裡面 有一些子公司 其實他們的股價的表現 其實都比 就是母公司來得強 甚至表現比大盆都更強 所以這就是有集團 在背後的一個志願之下 其實市場上資金認同度也高 所以我認為大概 從這三個方向去選股的話 其實你在11月份的操作 並不需要這麼害怕 好 所以三個策略 但是操作的一個媒體就更重要 我們先從最近熱門的BBU來找 對 就從BBU去看 你先看 在這一波臨漲的應該就是 這兩檔先被處置的 順達跟AESKY 他們我在統計就是 過去一個月漲跌幅的比較 那順達AESKY 這一波大概漲了40% 因為極短線以來 他們漲幅比較多 對 所以這是一個月以來的漲幅 那大部分是從11月初 開始去做發動 那這兩檔是在過去幾天已經被列為儲置 那新勝利是在今天第一天被列為儲置 它波段也漲了三層起來 這一些都是過去的零漲股都被儲置之後 你去想 如果你是市場的大戶 第一個儲置股嘛 一次儲置都要兩個禮拜 不行 錢會被卡住 對 那資金就要跑到什麼 像剛剛談到的 萊德 萊寶 甚至新能高等等 這一些所謂的概念股 資金開始湧入 有一些算是有新聞的 今天有一些新聞的利多 有些比較小股本又低價 所以你可以看到 BBU概念股還是很強 但是我今天帶另外兩檔 是系統電跟巨匠 第一個 在過去這一個月 他們漲幅比較落後 系統電大概漲了10% 巨匠這一個月還跌了5.76% 但是他們在BBU相關的概念 甚至題材上或者業績上 我覺得從這兩個角度去看 儲置股 你去想一個邏輯 資金在這邊被卡住了 他們不會再去追捧這些 那去追捧什麼 還沒有被處置 甚至有機會低檔補漲 好 我們先定調 你看這一些漲到被處置 也不過這是11月5號 11月7號左右才開始漲 漲到現在不到兩個禮拜 所以這個題材還沒完 還沒結束 就是資金很猛 因為市場上已經找不到 所謂的更好更熱門的題材 你看先前最夯的錫光池 整個就冷掉 所以資金就一窩蜂到這 那我們來看 兩檔各國 我覺得剛剛談到系統電跟巨匠 具有補漲的一個概念 來 系統電做的是什麼 因為系統電它做的東西 第一個它會想到是TPMS 就是藍牙偵測 但是我們在上海市有介紹到 它是算是美國製造概念 因為它的德州廠 2025要開始量產 你可以看到在當中 我們就有談到AI資料中心用的BBU 就是它會做的 那它的BBU產品是第四季開始出貨 明年的成長會很明顯 那這德州廠的一個量產的進度 從2025、26到27 分別有TPMS 甚至一些IPC工業電腦 甚至到什麼系統儲能的部分 這個都會在美國製造生產 所以第一個來講 我認為系統電 因為它的股性比較活潑 就是操作的 尤其當沖來講 操作的價值非常的高 操作的價值 對 因為你看這個江波圖 甚至如果你在前幾天有看盤就知道 它的一個上衝的下行的幅度 其實都是非常的多 因為今天很多BBU各股漲停 那你可能沒有做 沒有追到的 那市場資金到系統電身上 這個上衝下行的速度很快 但是我認為它還是有機會 因為上禮拜我有談到 它的量出來了 已經過了這個景線的一個壓力區 其實你回過頭去看 它在這一波已經是相對是抗跌 它還守在景線之上 那我認為45.8 目前來看還是有機會去挑戰 還是有機會 因為資金已經找不到其他的出口 那回到系統電身上 你或許不一定說要 操作的這麼就是報警金 你可以用短線的角度 當沖如果你做比較短的 當市場上資金 還在BBU身上的話 它的吸金的力道 我覺得在當沖 或者是小波段的部分 你還是可以積極的去做卡位 它只要有量 其實都很有操作的空間 你看這一波有量 那個K性都拉得很長 對 然後或者是當天的江波走勢 上衝下雪速度也很快 所以我覺得它有操作的一個空間 跟價值存在 這是在系統電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下面 我談的是2476的巨翔 巨翔在上禮拜一個新聞談到 它在AI應用的營收占比 大概15% 而且大部分都是屬於這種 BBU的金屬機構件 好像是BBU裡面的電子模組的外殼 支架 這一部分毛利率又是比較好的 我們來看巨翔這一家公司 其實它的獲利從2020統計到 2024今年的預估值 其實它是一家在成長的公司 它2020一塊五 獲利那時候是年減138 到2021來到3.49 年增125% 到2022 那個那一年EPS4.58 年增33 2023稍微下降來到3.54 但是到今年 預估全年可以賺到5塊1 年增可以高達44% 你可以看到藍色柱狀體 就它每年的獲利的EPS的一個數值 它是很明顯在成長的公司 那目前是統計到前三季 前三季累計營收跟毛利率 毛利率年增4.5% 那最後的存益呢 7.97億元 年增50.5% 所以它前三季就賺了3塊9億 所以我剛剛估今年有機會賺到5塊1 應該是非常有機會 那具強來講 我覺得搭載的BBU的題材 算是被最被低估 因為很多做BBU的公司 其實在今年很多都沒什麼賺錢 但它是有賺錢的公司 而且今年的營收跟EPS 是有機會創歷史高 那剛好它已經 這個地方是它的歷史高 它今年6月來到歷史高 那這個位置點 差不多就是年限 這一波的一個景限的位置區 那我覺得順成這樣的邏輯 其實它是這4天才放量 其實BBU剛剛談到 那幾年指標股 是兩個禮拜前放量 它是比較後面跟進的 那我認為回來這個地方 不單單是走BBU的題材 甚至剛剛談到 從價值的角度去看 它今年的獲利 有機會再創歷史高的話 其實來到這個位置區 我認為還是可以 有它投資的一個價值存在 好 有投資價值 但我要反過來問一個問題 因為它今天的收盤價 其實是近期以來的低點 然後距離前低 其實距離也蠻近的 現在進場如何設保險 其實很簡單 8月1號我們拉回來 這個低點的左右 因為這個是前波股災的低點 剛剛據理明 大概有舉例到一些個股 是跌破股災低點就比較弱勢 那你就把這個低點 設為它的出場參考 最低點是76.8 對 你現在進場 你就設76.8 如果它跌破你就出場 那假設它沒有跌破 如果我們看法 它是跟著BBU反彈的話 那我認為以目前的一個反彈 價量結構來講 可能在這個地方 才會比較大的壓力 去大概接近100到105 這個三位數到這個套牢量 因為前面沒什麼量 如果它是很強勢的反彈 到這裡才會有壓力 那至少還有大概10%以上的一個 上場空間可以期待 10到20%左右 所以它的就是你的操作的停損 跟利潤比 其實它是有一個蠻好的一個空間存在 這是在巨強的部分 我認為還是可以積極在這邊卡位 好 這兩檔的BBU相關概念股 來 接下來為什麼看好散裝 因為散裝的部分其實 他們整個族群前三季獲利都很好 尤其在BCI指數最近又大漲了 一週漲了快40% 而且有人在創新高 對 尤其就是第一個看惠陽KW 我比較這兩家公司 那我會認為新興就是補漲的 為什麼 因為本應比差不多 大概都是10倍上下 那股價淨值比就有差了 惠陽的股進比是1.26倍 那是新興只有0.96倍 還不到淨值 所以第一個 它股進比稍微偏低 再來統計這三個月的漲幅 惠陽KW其實默默的這三個月漲了20% 而且股價是創下今年的新高 但新興這三個月就有漲7.7% 還沒創今年高 所以看一下之後你會發現 同樣是在這個散裝輪的一個部分 新興整體的一個股進比 甚至漲幅好像比較被低估 但是如果以長線的一個角度來看 其實新興我覺得它更有所謂的期待性 因為第一個 新興主要是大型的這種capitalize的床 它這種運輸船主要是看BCI指數 那BCI是最近這一波 我們講BDI有BSI BPI BCI三個指數組成 那BCI是這一波漲最兇的 它主要是跟鐵礦砂 煤礦 就是跟大眾物資的一個 這個鐵礦石的一個部分 報價比較連動 所以BCI這一週漲了40%的話 對新興它是絕對是加分最多的 因為它主要就是這個capitalize的這種大船 那另外它比較特別的是它是在散裝輪中 少數有這個VLCC 超大型的郵輪 那超大型的郵輪的日租金 現在大概4萬美元上下左右 但是到明年有機會來到8萬美元 為什麼 什麼利多 我們來看下一張圖 因為這一張圖它主要是講 這個VLCC的一個郵輪供給跟報廢的數量 下面灰色的就是 這統計到2000年以來到目前到2028 過去供給跟報廢的數量 你看這個藍色跟灰色柱狀底很明顯 過去這幾年供給都大於報廢的 等於市場供應的船隻多 但是市場在看第一個就是 明年的郵價可能會上來 郵價上來之後它對VLCC的一個需求 甚至報價它會有很明顯的成長 這是第一點 那郵價會上來 對於這個郵輪的需求它會成長之後 那個日租金就有機會上來 但是你可以看到統計到2025之後 下面的灰色的柱狀底 你會發現比過去高很多 報廢的數量尤其這一年會有到132 29 為什麼這麼多 因為我們知道到2020年以後的這些船隻 就是船020年了 超過20年的老舊船很難滿足IMO的環保要求 就是我們談到的要是什麼 金能環保船要低碳牌 法規的關係 法規的關係 這一些過去的舊船隻 超過20年的它要被市場所淘汰 所以你會發現在2024之後淘汰的數量突然爆增 你可以看到跟過去幾年淘汰也比較少 因為過去法規沒那麼嚴格 對 那超過20年船隻就是2024 2025它陸續都要淘汰了 那淘汰之後你可以發現上面供給的數量有沒有增加 沒有增加而且還在縮減 還在縮減 它過去的焦船的一個旺季都在前面 但是後面增加比較少 所以供給沒有增加甚至減少情況之下 再加上這個剛剛談到油價的上來 對於這個VLCC的運價又是推升 所以很有可能日租金從今年大概4萬上下 到明年來到8萬美元 市場的這個報告是這樣去推估的 所以我們看2025的新興的一個K線的走勢 剛剛聊到嘛 我們可以先看惠陽KY好了 因為我說以惠陽KY做指標 它的股價其實默默創高 大家說11月份台股很難做 那是因為有一些個股就像惠陽KY 它不是不是會漲停的股票 也不是有粗量大漲的股票 但是它是一種什麼 默默在漲的 它就默默的股價已經來到今年高 不漲停但漲不停 漲不停好 所以惠陽KY上來之後 我們看2605的新興 新興同樣在今年的獲利也是非常好 前三季的獲利已經轉移去年的總和 但是你可以發現到 這一波的股價當然它也有上來 但是以位置點來講 34.8是前面的一個高點 那目前來講 這個下降壓力線 看起來有機會去做一個突破 現在就在等一個放量 那我剛剛談到 因為在今年來講 應該這麼說 就是貨櫃輪也好 散裝輪也好 其實過去不是市場上的主要的菜 但是你可以發現 它們的股價是什麼 默默的漲起來 所以我認為 從這個價值投資的角度 再從明年新興的一個 整體的獲利的一個看法上來講 我覺得在這個地方 它還是有補漲 去從惠陽KY帶動起來之下 有反彈的空間存在 好 這是散裝族群 來 最後一個集團股來囉 集團股我們來看 第一個是 蓮華神通旗下的 神達 神達在最近的走勢非常的強 因為它公布出來的10月營收 是創了歷史高 那當時就談到 美系資料中心的這些客戶 不見很積極我們看神達的K線 但波動也很大喔 對 環中波動很大 但是你可以發現到 為什麼說你要找集團旗下的 這種指標性的公司 因為最近你越不敢買的股票呢 它越會漲給你看 等它拉回你越不敢買呢 有時候它就莫名突然一個上去 禮拜四那一天上禮拜四 一根整理過後 尾盤一根長紅上去 禮拜五整理到今天整理 但是回來這個位置區 我覺得從強勢型態的角度來講 它還是有機會維持強要強 它還有戲 對 這是神達 那下一個是富鼎 富鼎我們真的有談到 它是鴻海加國際集團 雙集團的作商 那因為它Driven MOSFET的一個新品 是瞄準AI伺服器的市場 其實已經開始出貨 所以它的前三季賺3.2 已經超過去年一整年 那我覺得它的毛利率 我們之前有聊到 今年足跡的走升 其實以它的形態來講 比大盤 比所謂的OTC都來的 非常強勢 那我之前有談到 它的整理區間 打了這三個月底之後 才放量做突破 而且你去看 過去這一週 它是量縮做拉回 它在攻擊的這10天 是帶量上去 這過去這一週 是量縮拉回 而且拉回的位置 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根紅棒的高點位置 都沒有跌破 它是屬於什麼 強勢型態的整理 那我認為拉回來 這個位置其實非常的漂亮 差不多就是紅棒高點 然後這個前一波 這個頸線的一個位置區 我覺得拉回來 在這個附近 其實空手頭陣 可以考慮進產 因為它的業績相當好 好 這是國具家 紅好的附頂 那最後就是金寶 金寶因為也是財報 非常亮眼 因為盈利率 甚至稅後存益 都是創了40劑 37劑的新高 我們看金寶的K線 我剛剛談到 就是這種你越不敢買的 它還是金金掌 給你創新高 那今天的拉回 第一個你去看 前一根紅棒的低點 沒有跌破 五日十四線都還守住 你說它算弱勢股 還強勢股 很明顯嘛 就是非常的抗跌 又具指標性 所以如果你在找集團裡面 旗下這些指標性的個股 我覺得還是 折優折強去做布局 了解 非常清楚 謝謝玉堂 請先回座了 非常清楚 報告剛剛講的 BBU概念股散裝集團作帳行情 接下來可能輪到誰 玉堂的建議 就給你做參考了 接下來最近好多人 在看黃金的價格 上個禮拜 光一個禮拜 金價回跌 創下了三年以來 單州最大的跌幅 手中有的 現在正在等的 拉回要快跑 還是快搶 休息一下 稍後告訴您 川普在勝選之前 就讓整個的黃金價格 一路的漲 剛剛齊展提到了 黃金價格同步的往下跌 因為美元漲兩個禮拜 黃金就跌兩個禮拜 特別是上個禮拜 創下了三年以來 單州最大的跌幅 同一時間 比特幣的價格 在歷史新高 居高不下 年底有人看到了12萬 最新的收盤價格 是9萬多 因為有一位 共和黨的黨員說 明年新的國會 正式就定位之後 他要推動一個法案 這個法案的重點 他要賣掉部分 聯準會的黃金儲備 同一時間要建立 100萬枚的 比特幣儲備 有可能嗎 現在我們一般的散戶的布局 能不能就跟著 在接下來可能的計畫走 記載我們請您上台來 黃金的價格 會不會再跌 最近很多人在說 跌到了這個地方 我們到底要快搶 還快跑 要不要乾脆換成比特幣 好 那我覺得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 比較保守型的投資人 就暫時不要換 但是如果你是覺得 你可以接受很大的風險 你可以試試看能不能發財的話 你就可以換 來 比特幣機會在哪裡 好 為什麼呢 等一下 我們先講比特幣 之前先講另一個更標的 這樣子才有比較的對象嘛 對不對 先講第一個 講狗狗幣 為什麼要特別講狗狗幣呢 其次啊 川普最近不是說要成立一個 新的部門嗎 叫政府效率部門 那這政府效率部門呢 簡稱叫DOGE DOGE 就是狗狗幣 對 大家想說 糟糕你是不是 明顯的要打暗號啊 對啊 那其實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想說 可能還有點懷疑 那呢 可是 交了盟友馬斯克 跟他的企業家朋友 叫拉馬斯瓦米負責 那你看到馬斯克 上一代的比特幣教主 跟推廣比特幣 推廣狗狗幣 所以你發現 你們兩個一起要推 那可能這個狗幣 真的接下來有搞頭 但是不要急著買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這個 大概這四五天 才明確的 這個政府效率部門 但是這是狗幣的K線 日K哦 他最近是往下的 那你會想說 趁機出貨 有可能 那重點是什麼 最近比較少聽到這句話 就什麼 萬般拉抬 就是為了出貨 最近都沒有 沒有大回檔 他沒有絕對被阻力出貨 但是你如果做 這個狗幣的話 可能就被阻力出貨了 好 但是呢 他也不用灰心 你還是可以接下來留意 為什麼呢 你看哦 這是從今天的九月份 到現在的日K走勢 九月初的時候呢 這狗狗幣呢 一顆是0.08893 後來川普當選那幾天 衝到這邊 漲了四 大概四倍多 快要五倍了 那這一波拉回 吐掉了30%的漲幅 但是他是不是漲很多 還是一樣漲很多 所以呢 接下來重點 你有投資過 這種迷茵幣 一個重要 之前有一個什麼 吉伊卡蛙 大家知道嗎 是一個老鼠 其實他有他的幣哦 那那個呢 從10月12號到14號 漲了快30倍 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大家覺得在網路上推推 覺得這個好可愛 我們來買 甚至是很多 有時候你投資 他面貨幣就是這樣 你聽到消息 要趕快去投資 不然就接下來準備 被盜貨了 所以你沒有做第一波 基本上後面 就比較難賺到的錢 如果是明英幣的話 那狗幣呢 它其實因為已經 這個投資很久了 所以它已經不像 一般的明英幣 你一點點錢 就可以砸充很高囉 但是呢他有一個特點就是未來只要此部門的新聞越多 因為只要馬斯克說來講 馬斯克最近不出來講嗎 現在這美國政府幾百個部門 他覺得三到現在九十九個就夠了 對不對 所以如果這個部門權力越高 新聞報導是不是越多 這個狗幣出來講 大家只要搜尋 你沒事搜尋 看到馬斯克 你就搜尋 又有狗幣 所以呢 頻繁的出現 他就比較有上漲的動力 真的假的 如果他只不過名字一樣而已 真的跟你講 真的你投資明幣就是要就是要有這個話題 別的不重要就是要有話題 就像是你投資一點起色也沒有 又沒有賺到錢的股票 什麼時候 有話題的時候趕快做 沒話題的時候趕快跑 就是這樣投資明幣就是這樣 但是大家想說你這個也太投機了吧 那幾天賺那麼多 我可能未必把握得到 那可是這個加密貨幣 尤其是比特幣 也有現貨ETF 那最近也準備要開放了 是不是有投資機會 好 我們就來看到比特幣 那我會這麼說 比特幣確實有投資機會 但是呢 我告訴大家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比特幣波動很劇烈 我們不看日K 為什麼 因為日K看起來衝很多 但是呢 你把時間軸放大 大家會發現他的波動是很大的 那高波動帶來高風險 那有些人會說 高波動沒有高風險 我再每次低買就好了 但是有那麼簡單嗎 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我們給大家看 那第二個呢 是其實投資比特幣 很需要一件東西 叫做信仰 為什麼呢 因為比特幣的波動很劇烈 我們來看K線 這是週K 從2021年到現在的走勢 每一個禮拜的走勢 對 週K 你可以發現 他是衝上去到這個 2021年的4月 到接近6萬5之後 殺下來 那是腰斬還不到 腰斬還不夠 到2萬8 那只不過多久 不過就是兩個月 然後呢 再上去 再創歷史新高 到6萬9 你以為穩了 以為送分了 就下來了 所以從6萬9 殺到剩1萬5 剩下不到四分之一 所以如果你今天 是一個投資人 你投資一支股票 投資一個商品 然後呢 你看這個時間 2021年11月 到2022年11月 一年內剩下不到 剩下大概剩20% 你還拿得住嗎 多數有投資人 就拿不住嘛 對不對 那如果你拿不住 你在這個任何一個地方賣掉 後面這邊的噴出 你就要敢追 因為投資人就是這樣子 你今天假設 你之前賣在 假設比較多 這邊一萬是你 假設你賣兩萬好了 今天如果到三萬 你居然覺得 他會大漲你也不敢買 你也不想買 因為你覺得很貴 你一定要等到兩萬以下 你覺得夠便宜才會買 但是呢 比特幣就不會給你 機會一路噴上去 然後呢 你會發現到2024年 今年喔 既然三月份到七萬三 之後下來到四萬九 接近但不到 腰斬 對不對 然後呢 又上來到 目前的歷史高點 九萬三千兩百六十五 所以呢 你必須要能夠拿得住 所以你需要的東西是什麼 其實你需要的東西是信仰 不然就是要很強的操作能力 那如果你有很強的操作能力 不管你做什麼 基本上都能賺錢 對不對 對 那你有信仰 他會符合一個東西叫做不賣不算輸 對不對 但是呢 你只能錯一次 為什麼說只能 因為如果你買 我可能不能講 有些2011年一兩千塊的股票 到現在剩下二三十塊 三四十塊的 那如果你不買不算輸 不賣不算輸 你只能錯一次 到現在還在虧錢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不賣不算輸 那你只能錯那一次 他有上來你對 那只要任何一次有下去 就可能會虧損 所以呢 必須要謹慎投資 但是呢 因為最近才到兩萬三 那這個很明顯就是多頭昂情 那大家在操作的時候留意一件事 就是經驗分享 就是比特幣呢 他都會是收一個長上影線之後 有一個很強的拉回 你看每次都是長上影線 這一次有沒有 有啊 沒有那麼長啦 其實這個長上影線 是怎麼做比較 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跟實體K做比較 實體K很長 那上影線稍微高就還好 你看實體K 對 但是這個上影線 實體K只有這樣而已啊 上影線跟實體K差不多 你看這實體K只有這樣 上影線跟實體K差不多 對不對 像這一種也是啊 你看實體K只有一點點喔 上影線很高 他就修正幅度比較快 那這邊也是一樣 其實這個實體K還算多 所以你說有沒有馬上崩跌壓力 我覺得還好還好 但是他畢竟展多了 所以如果你要追 有一件前提 就是要嘛你要有信仰 要嘛就是你要覺得 他會像有些人喊的 能夠到十萬或更高 那你在九萬多去買才有意義嘛 不然你看九萬多買上去 是什麼 十Percent到十萬 如果不到十萬 不要多回到八萬就好了 你也虧一萬美元了 對不對 所以呢 今天你在投資之前 你要知道你的風險在哪邊 是非常重要的 好這是比特幣 那剛剛講的那個共和黨黨 他說現在國會要立新法 是這個新法 他直接講的是要賣掉部分 聯準會的黃金儲備 然後建立比特幣的儲備 第一個有沒有可能 第二個是黃金的價格 我們先講有沒有可能 當然是有可能的 因為什麼 因為川普完全執政 對 共和黨的人已經什麼 掌握了這個眾議院 掌握參議院 所以表示全都是我的人 那只要川普的意志灌輸下去 其實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覺得機會並不大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這個東西不太理智 因為比特幣這個東西 算是一個新的資產 可是你要知道 現在買一百萬枚 現在大概是九百億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買 保證價格會噴上去 因為大家都是買來 到貨給你嘛 對不對 不是講說嗎 之前講說 這個之前在泡沫經濟的時候 這個日本的房地產 可以把整個紐約買下來 對不對 結果你會發現什麼 問題是你那都賣不掉 你也不肯把整個紐約 所以事實上呢 在這個金融泡沫在誕生的時候 它有時候會過快 那它可以是一個支撐題材 但是你說真的去買 那到能夠用九百億就買 這100萬顆 基本是很低的 那它真的會賣黃金嗎 黃金最近這樣子 我現在打算進場的人 能不能更積極一點 好 我覺得呢 現在確實是一個拉回的機會 那為什麼呢 你會發現這一根的下沙 目到遇到了第一個支撐區的反彈 因為我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它是底部持續墊高 那原本在2600這邊 被穿下去之後 就要到這邊這個支撐區了 對不對 它打到這裡之後 有時候的長下引線 表示有買盤 拉上來 那目前呢 開始去挑戰2600 所以我會跟大家講一個簡單的概念 因為你看 我們把它畫出來 你會發現 之前衝上來的修正 這邊的地點 你會發現什麼 是不是 衝上來原本這邊是支撐 然後上去之後破位之後 這邊變壓力 所以這邊是支撐 如果它過來 這邊有可能變壓力 又下來 如果2600會是一個重要的關卡 所以把它消掉 因為現在呢 短暫去挑戰2600 所以短線你需要什麼 至少先站穩2600 那才會算是一個 比較明確的止跌訊號 那其實在環境上 還不錯 因為什麼 現在第一個 美元的漲勢 從上禮拜碰到107之後 現在開始稍微拉回一點點 至少沒有一直創高 但是我們剛剛有說過 我們目前還是屬於一個強的環境 所以現在只是漲勢稍微停下來 但是有另一個好處 上禮拜我們美國是 美股修正幅度比較大嘛 所以什麼 有一點 避嫌買盤出來了 那小幅度的推升金價 所以呢 你要把這個趨勢延續下去 就兩個重點 第一個 2536 這個地方不要再破了 因為既然沙下來有長下影線的支撐 衝上去 那這個底就不能破嗎 破了就不是支撐了 還有可能往下破位 第二個呢 更好的情況是 站穩到2600上方 在這邊整理之後 慢慢的結束掉 我們剛剛說的高點下移 壓力區下移的歌曲 站回到2600之後 慢慢去挑戰 然後如果可以配合上一些好處 就例如說 接下來可能例如說 通膨有持續的復甦 那這時候可能會轉向成大宗商品表現不錯 因為其實最近流價是表現比較弱 所以大家會想說 這大宗商品的前景好像又變差了一點點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黃金表現就比較差 所以如果接下來通膨 尤其其他大宗商品都能夠持續復甦 比較能夠帶動黃金 然後大家如果是股市投資人 但是不想要 避險題材 不然是 雖然這個俄羅斯開始在什麼 開始有點想要等 等川普上來 川普上來我們可以來談條件 看怎麼樣可以結束這個 二屋戰爭 那可是中間還有兩個月 他們會不會有打起來 如果有打起來的話 有地緣政治題材 或者是股市的修正 它都能夠帶動一些避險買盤 去推升金價 那這些都是金價短線 可以上工的支撐環 非常清楚 謝謝七戰 接下來談談這個禮拜 開始進入好多的高股息ETF 太股ETF 又要進行除息了 哪些的亮點 如果您現在空手要怎麼選 休息一下一堂告訴您 等一下 先不要走開 全線百分百的觀眾朋友 好可憐要告訴您 我們有新的理財頻道 請鎖定 Stay Rich 小資理財藍圖 歡迎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每個禮拜二 禮拜四晚上 會有新的影片上線 投資理財千萬不要錯過 小資族懂得善待自己 享受生活 培養品味與興趣 也要懂得理財 做聰明的消費者 每一筆花費用股票 ETF 基金 無痛增加被動收入 做有原則的投資人 每一筆投資靠紀律 膽識 理性 降低風險 贏得報酬 Stay Rich 小資理財藍圖 影片每週二次晚間上線 我去余林 陪你一起分享財富自由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才可以掌握最新資訊喔